我如果假设用REPD跟LEN怎么做出来 当然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除了REPD跟LEN 还有没有别的函数可以办得到 当然有 OK 哪些函数可以办得到 你可以自己去串 因为其实说250个 最重要不是要你背 而是至少你要知道如何使用一些函数的方法 OK 你要理解 它怎么用 OK 不是说 叫你每个都把它背起来 没有啦 OK 所以你要活学 哪怕那个函数你没用过 但是你可以透过 他跟你的互动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你提供给他他对的 这个相关参数 他就会给你 你要的结果 OK 所以函数实际上 就是一连串的互动的结果 他会丢一个你要的结果给你 所以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REPD REPD其实就是不明实义 repeat 这缩写 repeat是什么 重复 所以 游标放在c3 然后上面有个fx 就是插入函数的意思 所以 第一个 我可以先把它放慢一下 这个 第一个 先游标放在这里 第二个插入这个函数 OK 然后呢 再来他会 我的习惯是这样 插入函数之后 这边会有个列表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 熟悉一下这个列表 里面的东西 这个列表里面总共分这么多类 不过其实我们主要 今天主要是第一个文字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文字类里面 有没有这个文字 有没有 因为其实 那个 REPT就repeat repeat 通常是跟文字有关 所以你找到那个 文字类里面的 R R开头 所以按照英文这种排列 那你可以往下 找到R开头 有没有REPT 那底下有一串的叙述 你各位慢慢习惯 就是REPT下面有一个叙述 瓜糊里面就是说 他要传的 看数名称 总共两个 一个是Tesl 就是文字 第二个参数是Lamber 数字 Tes 是次数 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要看懂 他给你的相关的提示 另外的话 他这个底下 这个函数 要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有没有 他跟你讲说 他是要重复 什么字串的文字 什么样的文字 要重复几次的意思 所以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找到 所以以后 游标放在储存格 加入函数 找到你要的函数 看一下 OK 你会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 跳出 几个问题 让你填写 第一个 Tesl Tesl是说 你要重复什么字 因为我们这个是 100笔给一颗星 所以他如果158的话 应该给几颗星 一颗嘛 因为没有1.58就小数点 舍弃掉 对不对 就一颗星 他没有 点58这种东西 所以也就是无条件 舍弃小数点 记得要除以百 所以第一个 你要重复什么 新呢 重复什么 重复星号 所以呢 一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在这边打星号 要不就是说你直接 跟他讲说 我的星号在 11万 储存格 他就会帮你把什么 把这个星号 有没有 直接帮你带到这边来 然后呢 并且告诉你在他的右边的地方 会有一个星号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那请各位特别注意 将来呢 特别注意 如果文字的话 前后一定有双引号 OK 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讲是数字 外面如果也有双引号的话 那它是数字吗 我跟各位讲不是 它是文字 OK 所以如果有前后双引号 它 就是一个文字 哪怕它里面放的是数字 它 还是文字 这个观念很重要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 没有这个观念 OK 这很重要 OK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Number times 重复几次 那你不可能说给158次吧 你以为158次呢 它就会158 它就会出现158颗星 不对啊 我是 100笔给一个 那怎么办 除100就可以了 OK 在这边计算 其实理论上 它出现的是 1.58 有没有 现在出现1.58 但1.58的话 只会一颗星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那个 1.58这种 这种星号 所以它只会取整数 OK 所以你当你按确定OK 可是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函数 可以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其实有一个 叫INT 所以这边有个INT 有没有 那INT 实际上就Int Int 就是整数 也就是说 如果我给一个 有我小数点的 我不要小数点 我只要整数 有没有小数 有点像你今天 拿了一个 1000块给人家找 其他的那个 零钱 就是 不用不用找 大超就好了 100块 其他的 便利商店应该没这种 OK 以前才有 那你怎么做 其实就INT 所以要记得在这前面 在INT 前刮笔 然后在后面 在后刮笔 这样也可以 所以插入环数的方法 有几种 要不是插入 XS 要不就自己打 OK 所以这两个 当然会 我的习惯是会交替着用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这边就说 本来是1.58 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1了 也就 1.58 就不见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 INT前刮笔 INT后刮笔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我刚好特别强调 这1 你会发现 前后 绝对不会有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它是数字 如果它前后双引号 那就文字 数量 它根本看不懂文字 文字的话 里面没有数量的这个概念 这个可能要特别 特别小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尤其是 非理工相关科技的同学 没有这个概念 双引号 跟没有双引号的差异 数字跟文字 搞不清楚 OK 所以如果你这个概念有的话 你大概就解决很多问题 很多错误你不会发生 OK 因为很多同学常问我问题 我一看 你明明就是数字啊 你为什么把它当 当文字 或者当有颠倒 那怎么办 你要转型一下 转型OK 那这部问题就不存在了 好 按确定之后 拿来看一下 那再来向下填满 不过会出错 错在哪里 看得出来吗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那请记得呢 这个地方 他这个CE有没有 应该指这里吗 可是你如果向下填满 他会自动帮你 复制工资 然后可是列号 向下的话 这个列11的话 变加1 所以你会发现错 这错在下一个 有没有 这变2 有没有 那这下一个会变什么 变3 不对啊 那变4 也就是说呢 问题出在呢 应该要指向C1 但是他向下一个 他自动会帮你加1 那可是如果你要避免这个问题 很简单 你只要在公式 1的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有没有 给他加钱 他就不会 逃掉了 OK 就像说 如果你这样要离职 老板说给你加钱 也许你就不离职的话 这样的话 也是个方法 OK 在Esser里面就类似这样 只要加个钱 有没有 他就锁定了 锁定之后的话 你向下填满 那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OK 他就自动完成了 有没有 一颗心没错 两颗心 四颗心 没有心 有没有 那就这个地方 OK了 那这个REPT 那LEN 其实切过来 算长度了 所以这个地方 这里面有几个字 身份字号总共10个字 所以我怎么知道身份字号 上面这个才长度 插入环数 找到文字 有没有 那因为L开头 LEN 你可以找到LEN 那一样 他需要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文字 Test Test就是文字 意思是说 你给他身份字号 他帮你回传回来 跟你讲说 里面有几个字 按确定 给他这个身份字号 有没有 身份字号 前后有双引号 那回来前后没双 因为它是数量 总共10个字 有没有 LEN的作用是 我给他一连串的文字 他帮我算里面 到底有几个字 总共10个字 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两个有问题 为什么 应该要10个字 可是它却有11个字 那显然 这两个资料 是有错误的 有没有 所以然后后续 我们可以用逻辑判断 有没有 是否正确 有没有 那你当然旁边 还可以再判断一下 如果 假如它 这个数量不是 等于10 那就表示说 身份字号有错误 有没有 OK 那包括这延伸性 那底下有一个题目 性别 如果 如果我想要在这边出现 一应该是男生 有没有 二是女生 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样 把性别给抓出来 当然不是叫你突发炼钢 用看的 而是说 你可能要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 先把中间这个字抓出来 第二个部分 就是把这个字 用逻辑判断 一复 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 一 如果是一 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OK 目前只有一跟二 所以就反之 那怎么做 第一个 你可以先插入什么 mid函数 这边一样 用那个mid 那mid 其实是mid mid函数 它一样要给三个讯息 一字文字 二是star star number star number是从哪个字开始 第三个是number s是次元 要几个字的意思 按确定 所以这个文字 从哪个字开始 第二个字 那我要几个字 number开始要几个字 要一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 我得到的就是1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一样 你特别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1是文字还数字 对 很重要 因为常常错就错在这里 文字是搞不清楚 按确定 好 那第二阶段呢 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不包含整到几下 然后再插入逻辑判断 逻辑的话 就是在这边有个进展逻辑 逻辑里面又一幅 一幅的话呢 就是把逻辑放这边 这个就是把刚刚减下贴到这里 这个东西呢 如果逻辑一定是等于大于小于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1的话 那就是男生 处嘛 如果是处的话 就男生 反之就女生 所以这边是男 OK 反之的话就是女 那当然你前后还是要 如果文字 前后要加双以后 不过一幅蛮贴心的 会自己加 所以我就不加了 他会自己帮我加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公式假设下降 等于1 有没有 然后是男 反之就女 但是这边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按确定 向下填满的话 诶 奇怪 怎么会全部都是女生呢 错在哪里呢 看得出来吗 这公式有没有错呢 等于1是男 反之就女 这个错误其实就是我刚刚 一直强调的 而且这个是 非常容易出现的 等于1嘛 文字 对 因为我刚刚讲是文字 可是后面我给他什么 数字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是在这边前面加 双引号不就好了 那时候呢 有没有 他就会把1当成是文字1 而不是一个数字1 因为文字1跟数字1 完全不相等 OK 在这个程式或者是Ecell的世界里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如果你这样按确定 这样子答案才会是正确的 跟各位讲 这个问题非常的小 但是很常出现 因为这个已经太多 从前要问我 为什么我做半天做不出来答案 好像都没错啊 我说你文字数字搞不清楚 对 这个如果搞清楚 这就简单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重点 就是要搞清楚 那其他呢 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再开个头 其他还有像 底下还有什么 Lapt跟Write的练习 那请各位也许回去试着做做看 然后答案 如果你才不会 答案云端白板上面都有 另外还有综合练习 那我们下一个礼拜 就是利用刚刚所学的函数 把这一题试着做出来看看 OK 当然了 不是只有前面教的这些函数 其实还有前面以外的 因为你超乱数里面很多函数 那有没有其他可以办得到的函数 绝对有 怎么做 OK 再来就是聚齐录制 跟VBA OK 慢慢一步一步来 那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就先讲到这里